三不五十 爱要及时 妈妈我爱你 五月标股计划启动 最特别的爱给最特别的你 五月强势标股打礼包 一档同班股加一档钻石股 两档58的大公间 带你赢在五月天 五星节限定加一元 多送你一季的会期 请接转加入一点的LINE的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大转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前20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带享有母亲鞋的超纸大折扣哦 玉琳老师好 玉琳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一点零 各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场 我考问你先请教玉琳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的指数压回来 你认为好不好 我认为非常好 为什么等一下会有一个交战 别忘了今天有礼拜四哦 礼拜四有什么 有十占零距离 而我手中的鸿海 真的是金金掌看回不回 鸿海果然如一点的预期 形成了再度领涨 再度创高的走势 而鸿海接下来的目标价 该如何来去做看待 那鸿海呢 在5月14号有法说 法说会还有什么样子的利多 而法说会之后 computest展当周 还有什么样子亮眼的消息 都会独家帮大家来去做追踪 还有这一波的航运个股 到底是长真的还是长假的 等一下在下半段当中 也有独家的第一手资料 来去做分享 那昨天第一手来告诉大家 网通的火种不灭 你可以发现到是 今天的康权也好 甚至正机也好 盘中都形成了创高 而康权今天为什么创高之后 形成了压回来 而压回来 哪里可以低阶布局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一一来跟大家 来去做进一步的分享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鸿海 鸿海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来到175块钱 而在5月14号法说会之前 你知道紧接着 辉达的财报也要公布 而辉达相关的概念股 谁可以提前来去做卡位 而我们逢低布局的成名店 今天亮灯工上涨天板 而亮灯工上涨天板 到底你要几涨 现在在卖方 还是哪里可以低阶布局呢 而见顶的载工 它也视为苹果跟AI双题材的个股 它会有受贿的机会 而在网通里面 有一支股票 默默地持续地往上喷接 那就是申达科 申达科的一个长势不断 而紧接着 1.0最看好的康权跟圣基 有没有机会后来居上 好的 你所想要知道的资料 1.0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上面 独家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非常的重要 尤其很多人手头上 还有高档追进的 营建个股该怎么办 营建个股已经拉回三天之上了 甚至有不少的个股 一点在高位的时候 特别的提醒 特别来告诉大家 先站在卖方 而营建的拉回来 是不是代表的 接下来买点的浮屑 而鸿海目标价 下一个阶段要看到哪里 是法人认为的200块 还是比200块更高 而如何去复制 下一档鸿海的涨势 你所想要知道的问题 你所想要知道的答案 都会在今天的实战零距离当中 所以还没有订阅 按赞 分享一点的股市 一点你许玉玲YouTube频道 好朋友们 今天下午的实战零距离 更加的精彩 因为有关于 你接下来的五月份的大猴包 那当然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紧接着在挥达供应链 也就是AI的供应链 来去做交战的过程 为什么今天的鸿海 还能够再创波段新高 而鸿海在一开始的掌势当中 我就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继鸿海之后 有哪些股票 你可以列为口袋名单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当中 这一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ght的时候 给亲爱的好朋友们 来当作是操盘的参考 那当然在今天的鸿海 来到了175块钱的同时 来问问你自己 在鸿海三月份的时候 刚刚起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敢买 1.0啊 我真的看不懂鸿海 三月份是刚刚起涨 好 你错过第一个机会 第二个机会就是呢 当鸿海有第二个很好的 黄金买点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 来去坐上车 1.0啊 我都觉得鸿海长得五成了 还会再长吗 你有好多的声音干扰着你 但是呢 1.0是不是利用 黄金切割率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鸿海 139块钱的黄金买点 我带领你们的家人 来去做切路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更重要是 鸿海接着目标价 能够上看到哪里 那鸿海一开始起涨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大家 鸿海这一波的涨势 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跟上 1.0盘中的直立 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来 请你看精彩的VCR 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大户筹码 尤其是大户筹码 持续在增加 散户筹码不断的在下降 所以以鸿海的这样子的 大型股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认为行情真的没有这么快结束 行情真的没有那么快结束 油言在耳 我上时候三月份 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鸿海真的没有这么快结束 到底我领先看到 你什么样子的一个产业的脉动 为什么鸿海起涨的位置点 我能帮大家掌握到 而且我也是全市场的法人当中 告诉大家 未来很多的法人 都会跟在一点的屁股后面 跟你讲上调目标价 而美银证券也好 甚至富邦证券也好 也把鸿海的目标价上看到200 那为什么能够上看到200 因为GP200的出货量 会高达了40万台 尤其这一波的NVL72的部分 约占10万台 由鸿海独家的来去做出货 而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当辉达把订单给鸿海之后 鸿海除了是辉达 超级电脑的供应链之外 它更加是GP200 而且自行研发出来 一个叫做随忍系统 我跟大家讲 这一波的散热 你不要小看 这一波的散热 我帮大家掌握到 起掌的双红 我帮大家掌握到 拉回来的一个起口 而散热的一个个股当中 我也特别跟大家讲到 尤其从深层式AI的角度来看 它能够带动更多供应商 尤其鸿海的出货量 持续的在旺盛 所以这一张合照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因为这一张合照 是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跟鸿海的董事长 刘兰伟来去做相见欢 而这样的合照 还会在重演 六月份的Compous Test 而五月十四号 也就是下周 又是鸿海的法说会 而在鸿海法说会之前 你应该先站在卖方 还是哪里押回来 可以低阶布局 当我买进鸿海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鸿海 它没有天天涨停 但是它的走势就是 持续震荡 涨不停 而且在四月十九号 当大盘跌破了这个 来到了季线的关卡 大跌了将近千点的时候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我低阶买回鸿海 所以这一波的红海 你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第一个阶段的红海 你没有跟着我 第一时间来去做掌握 而你错过了第一次的 很好的买点的时候 你再问你自己 当它第二个买点 再度浮现的时候 我没有邀请你 我没有公开的邀请你 压回来跟着我一起买进 但是你会说 1.0啊 红海还会涨吗 红海真的会动吗 但是你的怀疑 阻止了你赚钱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下一个阶段的红海 第一个目标价该如何去看 想要知道 接下来的红海目标价 上看到哪里的人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来问最懂红海的1.0 那当然我也从 戴维斯双级的爆发力量 来估算出来 红海接下来的目标价掌握 那当然因为 金管会它有特别规定 它有特别规定呢 我们坐在台上的 合规合法的分析师 是绝口不能够提分目标价的 那如果我真的提了 我真的会被金管会罚责之外 我还被请去喝咖啡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呢 接下来红海目标价 1.0该怎么去看的话 在LINE当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来问最懂红海的1.0 以及接下来 红海未来的利多展望 尤其在五月份 六月份 九月份 红海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大事 你必须要先掌握到 就像三月份我掌握到 红海的起掌的关键 就像4月19号 当你最害怕最彷徨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这个行情 要买什么之后 我张开双手告诉你 红海的黄金切割率的买点 就在139块钱 你跟着我139块钱布局的人 轻轻松松红海这一波的涨势 你至少你的加码的点位 都能够大赚将近两成以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这一波的一个红海 它能够看到哪里 那当然继红海之后 我还有一档 比红海更标的股票 所以我才会说 妈妈我爱你 五月份的标股企划启动 今天虽然指数压回来 但是我觉得很好 因为在20833之前 越过前高之前 它必须要有量有价 才能够顿化再工 所以五月份的强势大礼包 1.0帮大家准备了 两档好的标的 一档是铜板的标的 一档是钻石的标的 两档加起来有50% 甚至一倍的大空间 带你赢在五月份的震荡行情 那当然 母亲节的限定嘉义元 1.0还要多送你一季的时间 来电大专专专线 前20名 来注意喔 只有前20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在享有母亲节的超值大礼包 赶紧抢前20名的重要的名额 那当然我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因为1.0真的最近 诈骗集团盯上我了 我觉得诈骗集团好像蚊子一样 好讨厌喔 就把我盯着这样满头红满头包 我跟大家说一次 我不会邀你入群组 不会 我也不会什么免费报你股票 反正什么邀你入群 报你股票 然后叫你超过海外的股票 那个都是gay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IG或者是脸书 发现1.0私讯给你 那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那如果你有看到影片上面 有两个赞助两个字 那百分之百是诈骗集团 我只能说这么多 因为诈骗集团的花招百出 那如果你真的在这一波 行情震荡资金轮动 快速的过程当中 你摸不着头绪的好朋友们 1.0愿意张开双手帮助大家 在LINEX当中 留下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来问最懂现阶段 排面架构的1.0 那当然你也要知道的是 现阶段的大盘 我们该怎么去看 而今天的大盘压回来 是不是反转的讯号 还不是 为什么遇到前波高点 它会形成的震荡 我跟大家说 因为现在KD指标还在80之上 KD指标在80之上 它代表是必须要有量有价 才能够顿化再勾 而KD指标在80之上 它也代表的是 目前的操作策略 你不能乱追高 你一追高它马上套 所以你只能用震荡低接的方式 所以今天是很适合震荡低接 找买点 那例如像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8089的一个康全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康全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天的康全 小跌了将近2% 而在小跌2% 为什么今天形成的震荡压回来 因为它刚好遇到了前一波的 黑黑高点反压 来到这里它一定会震荡 但是震荡压回来 它是一个什么机会 我跟大家讲 在这个位置点 它都是一个买点的布局 我讲得很清楚 我讲得很明白 我没有任何的模拟两可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多的股票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它的买点的浮现 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的涌现 更重要的是今天有一块族群 就是IC通路 IC通路的个股 我从前天的文业到今天的智商 还有琴雅跟雅系都开始出现了一个股价反转的讯号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去掌握到有些股票 极拉上来是要让你先站在卖方 例如像是什么 例如像是我跟大家说的琴雅 有没有 我没有告诉大家琴雅可以去追喔 我只是告诉大家琴雅这一档标的 主力大户站在卖方 今天的琴雅拉回来 因为整个IC通路的族群都在做一个呢 高档之后的修正 包含智商 包含文业等等 所以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当你掌握到盘面的节奏 你就可以跟一点零一样 轻松自在 为什么那么说 老实说今天行情的拉回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我手中的红海还是创高的 只是说现阶段很多人都说 红海会来到两百 老实说会不会来到两百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当然再来到两百的前提 它一定会有个大甩轿 而这个大甩轿会吓死你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紧接着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因为接下来是 5月14号是红海的法说会 在红海法说会之前 5月23号是挥达要公布财报 6月2号 6月4号 6月5号 紧接着520之前 520的前后 台股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大事 你一定要事先掌握 如果你没有办法事先掌握住 你怎么掌握住盘面的架构 想要接下来掌握住盘面节奏的 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 一起巴巴当中 那当然我也特别 来刻意跟大家说一下 在挥达财报即将公布之际 其实很多的AI的各国 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红海 形成了创高 而今天的沉迷电 亮灯工上涨停板 我们有做动作 而华硕在形成了N字 突破的再攻之后 今天的旺系形成了金金涨 但是除了旺系之外 还有一档被错估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整体的五月份的盘面结构 这一份马赛克的资料 如何取得 如何拿到 如何Open 就在1.0的小老鼠OK 一起巴巴当中 那当然我们先从 挥达概念的股票来开始说起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成名店 你要知道1.0是东森盘中连线 应该说现阶段唯一的女性分析师 所以在成名店涨多拉回来的同时 我也在东森的盘中连线 第一时间帮大家来去做交战 甚至今天的成名店亮灯 工上涨停板之际 你知道我做什么动作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一个成名店 它形成了一个公高 它形成了一个亮灯 在4月份的营收亮眼之际 形成了月增年增的态势 但是今天的涨停板 似乎没有好好的锁住 所以我今天 趁着涨停板附近 来去做一个获利调节的动作 获利调节是要让我们的资金 更加的活化 更加的资金的运用 把这一笔获利的资金 再放到下一档的股票上面去 就是一档赚完再赚一档啰 所以除了成名店 在今天涨停板附近 来去做获利卖出的动作之外 成名店今天算是4月份的营收 表现得亮眼 但是整季的一个财报 我觉得还需要再度来做评估 所以继成名店之后 4月份的营收如何抢先报 而谁是接下来盘面的重点 来 要加入一点的light喔 小老鼠OK一七八八当中 那当然1.00先看到 你没看到的产业未来 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没看到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瞧瞧正基 正基1.0是在它刚刚起档的时候 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公开告知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基 来 正基的一个K线图 我问大家这是什么样子的K线形态 这是打出了一个完整的底部形态 还有我画给大家看 它那个一只脚 这是不是一只脚 这是两只脚 打出了一个完整的底部形态 而且呢带量突破了减限 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上涨都是带量的 这一波上涨都是带量 以对称满足的过程当中 钱高会不会过 当然会过 所以呢就以正基的这一档标的来看的话 押回来它是机会 它真的就是你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正基到底在做什么的 它有正文集团的加持 有集团的加持就如同洪家军一样 我帮大家掌握到红海之外 也帮大家掌握到这一波的红准跟Amex 那当然正基它有三大利基点 哪三大利基点 第一个叫做公控 第二个叫做车用 第三个叫做一流 而这三大领域的表现之外 它能够让它的营收跟获利 尤其毛利率的攀升 那再加上它的订单能见度逐渐的翻扬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布局之后的正基 它形成了亮灯 它形成了大涨 而正经接下来W的成型之后 目标价该如何去看 想要知道的好朋友们 错过这一波红海的好朋友们 这一波的正基不要再错过了 拉回来哪里是机会 目标价该怎么去看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来问最懂1.0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康权的这一档标的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了 康权是1.0在六字头 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康权 来康权 康权六字头在哪里 六字头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点 在这个位置点 而六字头来到了七字头 再从七字头来到了八字头 那我说过 为什么来到了今天将近 快九字头的关卡 它形成了震荡 因为这边有一个黑铁嘛 这个黑铁它是有点空方亮能的 但是整体的产业趋势 它是向上的 我们来看看 整体的产业趋势它是如何向上 重点是康权它接下来 印度大厂的订单 而这个印度大厂的订单 能够贡献光它今年的一个EPS 来去做直接跳升 而印度电信大厂订单 再加上它独特独有的DPU 什么是DPU 1.0今天会在实在零距离上面 俗家的一个揭晓 那当然既康权今天 长多压怀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 拉回来的好买点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旺系 旺系一点在产业一点当中 事先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今天的旺系是再度电高 形成了N字形的创高 而N字形的创高 旺系创高 谁能够接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一发 还记不记得一发 我有在创高 尤其是在连山跟掌停板附近 来去做获利调节 而目前的一发 还在分盘交易当中 注意一下今年的一发会不一样 因为今年的一发 它的EPS会开始由窥转盈 所以回测到月线的附近 它会是一个很好 低阶进场的机会 除了这样子之外 今天的箭顶 形成了盘面的亮点 箭顶是我们去年的代表座 箭顶我们100多块钱 就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事先卡位 为什么我们能够买在 100多块钱的箭顶 因为当时购 没有人关注它 而且高质率的题材 所以箭顶的这一档标的 到底接下来好的买点 是必须要由人 帮你做看待 如果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 小老鼠OK 一七八八当中 那当然我们再来聊聊 声达科 声达科 这一波看回不回 而且在低轨卫星的产品 持续放量的过程当中 四月份的营收表现非常亮眼 但是除了像是声达科之外 注意一下 因为声达科短线正拐力 比较大的关系 我也不建议大家 过度的去做追加的动作 反而可以特别去留意到 六二一三的声联帽 联帽这一波涨多压回 刚好回测到前低 有手之急 尤其在月线下方 你是应该要找低阶布局的机会 那当然联勇的这一档标的 他在六字头附近 已经形成主体 已经形成转墙 今天又形成了再度攻坚 昨天亮灯 今天大涨 所以我们也恭喜我们的家人 掌握住好的标的一个 好的进场机会 而华硕的这一档标的 它算是市占率 会往前的攀升的个股 而买进的讯号来看过来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是就像星星 我们该如何低进高出的 来去做价叉操作 而星星之外的个股 我会帮大家提前掌握 所以鸿海 我会帮大家掌握到鸿海的旗上 鸿海的拉回来买点 甚至接下来的鸿海 该如何来去做掌握 甚至五月份的标股计划的启动 1.0帮大家准备好了 一档同板股再加上 一档钻石骨 两档的空间高达将近50% 甚至一倍以上 甚至母亲节限定嘉义员 多送你一季的时间 来电大战专占 前20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母亲节的超纸蛋礼包 赶紧把握住 前20名的重要名额了 好 那么更多超车的见光 后来继续在前面 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计划的 我们最爱先就来玉琳老师 亲爱好朋友们 今天的一个航运股 飙风在起 尤其今天的万海亮灯 而且今天的阳明行程的公式在起 那航运股到底长真的 还是长假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能够走多久 首先我们先来交战一下 航运股有三大利多加值 尤其明天要公布SCFI的一个报价 而在报价之前 到底市场上极卡位 会不会有好消息 而特别去留意到 有新船加分的个股 它是一个续航的关键 尤其现阶段的 鸿海危机的加持之下 运价也持续的来去做上涨 还有补助存的一个需求 强劲的过程当中 这也带动着航运股 形成了一个个股的电高 而万海当中挑战前波高点的 关键该如何去看 而万海像是 洋民该如何去掌握到 超级比一比的卖动 甚至洋民该买进如何价位 而今天有时占领距离 目标价在看到哪里 而下一档的 鸿海该如何来去做掌握 还没有订阅 按赞 分享 一点的股市 一点零许一零YouTube频道 记得按订阅 按赞 分享 那再来帮大家 掌握到鸿海的其档 也掌握到鸿海的大家回来 今天的鸿海再创新高 所以五月份的宜哥 母亲节 一点零给大家 准备了标股大礼包 一档铜板股 再加上一档鑽石股 两档的空间 高达五十趴 甚至一倍以上 甚至母亲节限定家议员 多送你一季的时间 前二十名打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母亲节的超市大礼包 把握住前二十名的机会了喔 好 非常感谢来朋友 在笑亭光票 老板公司所推介分析 制作表加赞 创新不当就差不多一关 本节目最终要请多参考 首先要绝对判断 全产品估并也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大专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前二十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母亲节的超纸大折扣喔